你们妇女还真香啊 蠢得这么不自量力 从我见你第一次 我就有一种 似曾相识的感觉 也许 这就是命中注定吧 朱光子 你赶紧放我下来 朱光子 你是不是疯了 对 我就是疯了 你天天为什么要让我爱上你 让我遇见你 为什么又要拆散我呢 为什么我要姓朱 为什么呢 少爷 少爷 夫人被抓走了 什么 谁抓着 我想起了我爸对我的嘱托 他给我留的东西 一定还在朱家 我真的很后悔 把你拉进这件事情 所以你不要再管我了 但我不后悔啊 我只确定一件事 我要在你身边 和你一起面对 朱卯当年 带着杨剑 钱筒 窦怀中 深夜闯入我家 把我家一家老小统统杀死 我不能要求你去做选择 但我也不可能停下来 我现在要做的事情 你想做的事我不做了 但我要陪你一起 放心吧 老爷睡死过去了 有儿死 朱卯 出身不小 本为混迹于广州府内黑帮那名马仔 其人 心思缜密 狡猾恶毒 心狠手大 朱卯甚至涉及 秘密杀害了广州当地富商周济书 霸卤了其妻子陈佩浅 此时周济书的儿子周冠文年岁上上 但朱卯却让其认贼作福 果然 能找到他的 只有你 薛同 把他们两个给我绑了 是 看什么 又不是杀了我 你是我儿子 我怎么可能杀了你 你跟你爹一样 不是好歹 只有这个女人死在你面前 你咱们明白我的良苦用心 是 我们杀了他 死的人就是我